每天我们的鼻子会产生40毫升鼻涕 很多时候自己也不行啊 他每天都有啊 很多时候不行去了哪 蒸发掉了吧 医学博士现场剖开头颅 揭秘鼻涕是如何流入胃里的 它里面啊还别有洞天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 我们习以为常的举动 却未必科学健康 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 做客健康之路 帮您解决鼻子遇到的小麻烦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健康之路做健康大人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之路 欢迎现场的100位观众 欢迎你们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关于我们这个鼻子的事情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来宾 首先掌声送给大家非常喜爱的 著名歌手周彦宏 欢迎她 大家好 好了 来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来 掌声送给青年演员李云飞 大家好 欢迎李云飞 在主持台对面 依然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医学博士 何佳何博士 欢迎她 大家好 我是何佳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请到的重量级的来宾 他是来自于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副院长 而且是耳鼻炎和头颈外科的张罗主任 欢迎她 各位都有过这个鼻子不舒服的时候吧 对 怎么能让咱们的鼻子别那么添麻烦 比如说这两位演戏的时候正演着戏呢 突然流鼻涕了 很尴尬 对吧 有没有这种情况 云飞 有过 那怎么办呢 我鼻子本来就不是很好 是吗 小时候都有鼻炎 我有在拍戏的时候 有拍到就是跟男主角对流 就看到他就是很痛苦的要哭的时候 就很尴尬 我一哭眼鼻涕就掉下来 然后我那个对手是潘月明 他是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就是我鼻涕 然后就掉就挺尴尬的我觉得 对啊 我一哭就会流鼻涕 来吧 我们看看题目 咱们来说说怎么让鼻子 能够保有他的健康 来看第一题 各位 这道题我们说的是 哪种习惯不会影响到你的鼻子的健康 我们有三个选项 第一 揉鼻子 有时候经常 有时候尤其春秋天 换记者会痒 揉鼻子 第二挖鼻孔 第三剪鼻毛 好了各位 哪种习惯不会影响到鼻子的健康 现场100位观众拿起表决器 如果每一次的表决都跟专家推荐的意见相同 就是我们的健康男人 周远洪先来答 你认为会是哪一个 就是我只有第三个剪鼻毛是没有尝试过 你剪鼻毛吗 我还没有 但是我最近发现好像随着年纪的增长 鼻毛越来越长 我还真是挺苦恼 因为我最近我有时候去超市 我发现有一种专门剪鼻毛的剪 有的 我就想哪天我尝试一下 试一下 还有跟上完呢 但是还没试过 反正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当然应该是揉鼻子不会影响 因为揉鼻子我也影响鼻子健康 那我就别活了 没法活了 其他两个我觉得可能特别剪鼻毛 一不小心把鼻子剪了怎么办 这破了怎么办 对 应该不会吧 因为我自己也剪过鼻毛 我剪过 没事 你剪过 没事了 对啊 就是你刚剪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 但是剪完之后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我这个没感受 谁剪过鼻毛 都剪过 剪过吧 哪都是男的 有哪位女生 女生好像没有剪 女的好像没有 真有剪的 这边有女同志 真有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大家是怎么选的 来 揉鼻子 有六个挖鼻孔的 有十二个剪鼻毛的 好了 那么专家给出的推荐一件会是什么呢 来 各位 请看大屏幕 鼻花 不错 不错 今天一上来很不错 82位观众闯关成功 其他的观众对不起 请灭灯 揉鼻子 不会影响健康 那也就是说 挖鼻孔和剪鼻毛都会了 提这样问题的提示呢 主要是给大家生活当中的这些习惯的一点点提示 并没有说它是有这里边几个答案有绝对的对或者绝对的错 那么相对这三个习惯来说呢 大家的选择还是非常正确的 也就是说 揉鼻子 一般来说不会给大家这个鼻腔的功能带来太大的这个破坏作用 当然有的人使劲揉这个可能也不是太好 有问题了 就会损伤到黏膜 然后呢 有细菌呢 就侵入到这个黏膜里面去 发炎了 来引起了炎症 这里边呢 还说呢 有的时候呢 你碰到了血管 那么还可能呢 会引起出血 当然这个动画呢 比较形象的告诉大家呢 这个挖鼻孔 给大家可能带来的危害 那么希望大家呢 平时要注意 如果是整个鼻腔里面发炎了 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呢 那么主要是皮肤的一些急性的炎症感染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会有红肿热疼的这些炎症的表现 那么肯定呢 对大家的健康呢 是不好的 鼻腔离脑子那么近 不会因为挖鼻孔导致什么脑子发炎 当然这是个别比较严重的情况 有这种情况吗 是有的 以前是有的 就挖鼻孔最后 挖鼻孔呢 导致比较严重的这种感染的反应 但是呢 因为现在呢 抗炎的治疗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一般来讲呢 它不会直接威胁到生命 但是呢 看来大家对这个剪鼻毛的危害啊 意识的并不是太多 剪鼻毛会有什么危害呢 那么一个呢 鼻毛它是有功能的 它并不是没有用处 来问问大家 鼻毛的功能是什么 猜猜看 鼻毛小时候就学过呀 老师教过呀 它是反正大量级能挡到很多细菌啊 遮挡 遮挡 对对对 细菌灰尘 那么我们说呢 鼻毛呢 主要作用大家都是明确的 它是能够起一个阻挡作用 但是它阻挡的呢 不是像细菌这么微小的东西 是什么 因为细菌呢 本身是跟着空气进去 进到鼻腔里边去的 所以鼻毛一般来说 它挡 它挡呢 是这种粗大的东西 个体比较大的 比如说小的爬虫 小的动物 比如说类似大的一些颗粒 它是能够挡得住的 所以你呢 把这个鼻毛绞没了以后呢 最大的问题呢 一个呢 这个阻挡的作用没有了 这个第二个呢 在绞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像剪刀这样的比较尖利的东西 也可以呢 对这个皮肤导致一个机械性的损伤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呢 经常去剪鼻毛 当然如果这个有的人呢 鼻毛生长的比较快 长到鼻孔外边来了 影响到美容了 美观了 这时候你适当的把它剪短一些 在剪的过程当中注意一些 那么还是可以的 可以剪短一些 不能剪没了 对吧 对不是 院长我又想问个问题 那个鼻毛不会越剪 越剪越多吗 这个问题问的好 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 好像有一种感觉是越剪越长越剪越长的 这个鼻毛呢 也是我们人体当中毛发的一种 它像头发呀 这些实际道理是一样的 每个人的生长速度不一样 但是呢 一般来说 不会存在这种 你越剪它就长得越快的情况 再问一个专业问题 鼻子俩孔中间是被什么东西隔开的 是肉还是软骨 还是什么 软骨 这个软骨叫什么呢 谁知道 有人喊了 叫什么 鼻中隔 这鼻中隔管什么用谁知道 就管换气了 还管什么用 管那个中间的 完了他如果要是主张 要是一歪了 歪到那边就不通气了 就堵塞鼻孔了 鼻中隔歪了就不通气了 对就堵塞鼻孔了 那我问你啊 有人说这高鼻梁好看 有人说低鼻梁好看 这个鼻梁是不是就是鼻中隔呢 不是 那人有 别鼻梁他也得有这个中隔 那人长 是吗 对 鼻梁和鼻中隔有什么关系 这个 现在说到了 我们说这个鼻中隔呢 实际上它是分隔两侧鼻腔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这里边呢 主要它是由软骨 包括骨头来组成的 那么也不是一块骨头 是几块软骨 几块骨质来一块构成这么一个结构 它的表面呢 也是有鼻腔黏膜的这么一个覆盖 那么它也能实现鼻黏膜的所有的这些功能 在我们人体当中呢 它应该和我们外观上 这种能够看到的鼻梁的高矮的 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不是说鼻中隔好 这鼻梁就高 没有关系 你看我就是没鼻梁 所以我老觉得我鼻中隔发育的不好 鼻中隔像刚才阿姨说的 一偏区就鼻塞了什么 我们很多人呢 应该说多数人鼻中隔呢 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区 这个并不是说很少见 应该说还是非常常见 能一眼看出来吗 当然你需要到医院里边 肉眼看不出 能看出来吗 相关的检查设备才能够看得到 从外观上呢 我们不能够直接来看的 好吓人啊 必须要去做一些检查 对 我这里有一支烧杯 这支烧杯呢是40毫升 来 这边给大家看看 40毫升 我的问题是 人一天 一个成年人一天要产生40毫升的一种 一种液体 是什么 有人一下就猜到了 三号阿姨说鼻涕 40毫升的鼻涕 那么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 可能也不会一天就拼命醒鼻涕了 那么产生了这么多的鼻涕 到哪去了 多余的鼻涕 去了哪里呢 A 被醒出来了 第二 倒流进了胃 第三 得蒸发掉了 好 来 各位 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来 现在我们来聊一聊 大家对这个题目的争论很多 阿姨这个一直在琢磨 到最后了 江考老师都来了 都打那个铃了 您才打卷 我觉得就是多余的鼻涕 就是醒掉 醒了 好了 那么到底对不对呢 来 您请坐 来 杨红你认为呢 我觉得 因为很多时候自己也不行 他每天都有 那个不行去了哪里呢 我觉得可能蒸发掉了吧 就像汗一样也会蒸发 也会蒸发掉 流入胃部我没有感觉 像现在鼻涕去哪里 好恶心 这个答案 所以没有任何感觉 往胃里流 每天都吃进去四十毫量的鼻涕 我才是蒸发了 我觉得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有可能 但是第二肯定是 不可能 我比较倾向于被蒸发了 好 呼吸被蒸发了 好了 来 各位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观众朋友们 是如何选择的 请看大屏幕 五十六个观众认为 刘静 你们好恶心啊 五十六个观众的胃里都有鼻涕吗 每天吃鼻涕呢 被蒸发掉二十一个人 被醒出来五个人 那么我们每天四十毫升的鼻涕 究竟去了哪里呢 各位 广告之后告诉你 欢迎回来 健康之路 一个成年人每天会产生四十毫升的鼻涕 这些鼻涕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究竟去了哪里呢 来 各位请看 正确答 来 答错的观众请灭灯 二十六个观众答错了 好 我们把麦克风 请把麦克风交给六十二号 在我们刚刚公布答案的时候 满场就听见你一个人 请问你为什么这样尖叫 我觉得是第三个人 有省错的 觉得好恶心是吗 虽然有五十六位观众答对了 来 你旁边的 六十三号 这位小帅哥答对了 你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我感觉是 但蒸发掉肯定的 鼻涕这么不甘液铁石这么降 你们这粘液状不容易蒸发 那请问你能感觉到你现在胃里面有鼻涕吗 感觉不出来 大多数的鼻涕都到了胃里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巨大的模型 通过这个模型 请何佳博士来告诉你 为什么 有请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呢 可能会引起大家这个胃肠道的不适啊 如果您正在吃东西的话 就一定要注意了 平常呢我们都见过这个鼻涕挂到这个鼻子上 但是为什么这道题的答案呢 它是告诉我们说大部分都咽到肚子里了 要解决这个鼻涕去了哪里 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 鼻涕是打哪来 我们正常的鼻子啊 我们看一看表面上看到是这么大 其实呢 它里面啊还别有洞天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 哎 在我们的鼻腔里面呢 有很多这样粉红色的叫做鼻黏膜 它是会产生鼻涕的会分泌这个鼻涕出来 那么除了这个鼻腔里面的黏膜呢 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鼻痘 哎 这个名词呢可能大家听说过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小小的圆圆的或者是各种不同规则 不规则形状的这些呢 这些腔系啊它是一个封闭的然后可以和鼻腔相通的这样的一些啊像溶洞这样的一些结构 这些地方啊它也是会有这个鼻涕的产生的 除了在这个颅骨的这个颅骨里面呢 还有在这里 哎 我们看一看就在我们的脸面这个位置啊 我们把它如果把这个骨头取掉的话 这里啊 它也是一个空腔 这里面粉红色的地方也是会产生这个鼻涕的 那么这个鼻痘啊 它分泌的鼻涕是和我们的鼻腔相通的 哎 比如你看一看 如果把它伸进去 这边来 哎 看这里 这个笔就从这里出来了 啊 那这个鼻涕呢 通过这些孔道进入到我们的鼻腔之后啊 它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鼻腔里面是有很多微小的绒毛 我们叫做仙毛 这个仙毛它摆动的方向 哎 真是 它是从前往后摆动的 所以呢 它会把这个鼻腔里的鼻涕啊 就往后赶 往后赶 往后 那么鼻腔往后是什么呢 再往在往后再往下 那么它就要么进入我们的气管 要么进入我们的食道啊 这个气管进去 大家知道肯定会枪住 所以呢 大部分的都是被我们吞进了胃里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吞到胃里 谢谢 来 谢谢何博士 这个大家已经了解到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的鼻涕被流进了胃里 但是实在听起来 这是大自然的一个造化人的时候 就是这么设计的 鼻腔的分泌物的这个功能呢 它是有很多的 主要是起一个机械保护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它覆盖在鼻腔粘膜的表面 那么实际上呢 大家呢也不用把这个东西想象的非常恶心 因为呢 鼻腔粘膜和我们的口腔粘膜 实际上都会分泌产生这种粘液状的这种物质 那么它只不过呢 功能是不一样的 都是我们人体分泌物当中的这么一种分泌物 这个鼻涕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呀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个鼻腔的这些分泌物呢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一个要保持这个鼻腔粘膜的湿润 对 第二呢 它呢还会把这个空气当中的一些颗粒物质呢 把它捕捉到这个棉叶里面去 然后呢随着吞咽动作呢 就把它吞咽这个消化到胃部 然后呢把这些有毒有害 比如说细菌啊 这些物质呢就把它分解破坏掉了 所以它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一个 机械性的这么一个防御的功能 我们那么多鼻涕每天40毫升吞进去了 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不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它是重要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应该说是有益处的 但是我想大家能够直观地感觉到的 为什么会觉得恶心呢 因为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的鼻涕可能都是一些形态比较怪异的 有的有什么浓鼻涕 黄浓鼻涕有吧 天一冷这儿挂着一个鼻涕妞妞 清鼻涕是吧 小时候带过吗那个手绢 手帕 我带过很久 我带到高一吧 那你带得太熟了 所以大家想想除了这些 就是鼻涕是有不同的形态的 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鼻涕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有问题 所以不同的鼻涕的形态颜色代表身体不同的情况是吧 那么我们所说的这种生理性的这个鼻腔的分泌物 大家一般是见不到的 那么它随着自然的这么一种吞咽动作就咽下去了 那为什么大家平时能关注有一些分泌物从前面出来了呢 那么主要两个原因 一个呢量增加了 要么呢性状发生了变化 也就产生了一些颜色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黄浓性的分泌物 比如说有的时候还带一些绿色的分泌物 黄绿色的分泌物 那么这些呢都表示呢 鼻腔粘膜呢出现了一些病变 特别是一些急性或者慢性的感染 我们把它呢叫做病理性的这样的一些鼻腔分泌物 这样呢大家可能看上去呢 直观感觉就不太好了 大多数的情况下 什么样的鼻涕是比较健康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 健康的这些鼻腔分泌物呢 一般大家肉眼看不到 因为它都咽下去了 颜色呢比如说稍微有一点浑浊 然后呢这个还是基本上比较清亮的 也没有一些特殊的这种颜色 那比如说黄浓鼻涕说明我们的身体怎么有炎症 那么我们说这些出现这些感染以后 比如说大家感冒了 那么量呢就会增加的很多 比如说有的时候过敏了 就会有很多清亮的这些分泌物 那么有感染的时候 比如说有急性鼻豆炎了 有大量的这些浓性分泌物 那么这些浓主要是什么呢 怪死的这些细菌 那么它所产生的呢 这些这个鼻腔分泌物的性状呢就发生了改变 比如说更加的粘稠 量也更加的多 然后呢颜色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好 谢谢 谢谢张教授 来 我们来说关于流鼻血的事 流了鼻血之后 通常大家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来 24号您讲讲 您的经验是什么 就是直接动凉水 可以那个拍拍额头 凉水拍额头 好 就是别的吧 好像还有就是那个棉袍堵着它 那边只塞着 来来那边 27号阿姨 就是它那个拿一个小的一点的石头压上那个耗耳头 就这点 用了冷水毛巾 湿的贴 羊毛巾 夹这儿是吧 对 其实您刚才说那个应该是压这个前边这个地方 这叫什么动脉 这些呢应该都不是这个直接的能够止血的办法 都不是办法 对 那来吧 咱看看应该怎么办 好吧 来 请看这道题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了 拿凉毛巾 要拍脑袋 还有什么 左鼻孔流血 抬右手 对 右鼻孔流血 抬左手 这些都没用 第一 头向后仰 第二 捏住鼻子 第三 坐直 刘鼻血了 坐直 头前倾 就是意思 我明白 这个就别留在身上 直接留地上 要不然留身上 你怎么办 很难 这都谁出的题啊 这个 来 各位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来 云飞 我们先聊聊 小时候有个刘鼻血经验吗 男孩子肯定很多 有时候不让人摔了 脑袋量还多呢 对 这个也不好 你怎么弄啊 一般就是拿棉花给它塞上 要不然就是拍拍凉水像上面那种 观众说的一样 大多数的情况一流比起 小时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第一个反应 对 对 就怕它再留下来吗 一般人都是 马上 哎呀 浪秘引啊 对 应该是 没错 都是这样的 你叔叔家的云飞又皱网了 我留不一眼 怎么找丽云飞算账去 一般都会头痒过去 对对对对 就怕它留得更多 对啊 所以 所以 所以会选哪个 所以一般都会选头一个吧 第一个 对 头向后痒 对 坐着往前进 那么越来越过了 对 我就说别留了裤子 别留脚伤 对 借来的裤子 到底会是什么呢 捏住鼻子有没有人选 捏住鼻子 没什么用 感觉 是吧 那你还不如拿东西的塞上 对啊 捏住的塞上是一个道理 对啊 对吧 好了 来各位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选的 请看 36个人抬头 13个人捏鼻子 只有7个人 因为鞋是借来的 他把低在鞋上 所以 正确的处理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各位观众 我们可能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 都曾经流过鼻血 但是您是否真的知道 如果一旦出现鼻腔流血的情况 应该怎么办 来 请看一下专家给出的正确答案 请看 C 坐直头向前倾 祝贺这7位啊 来我们先灭灯 看看这7位观众是谁 请灭灯 就是 真不知道 这个题完全超出了 大多数人的这个知识范畴 对 好了 来这样 80号 你为什么会选这个答案 我觉得那个 黏住鼻子这个可见不对 首先把它这个 为什么不对 黏住鼻子 那都是人为因素 我觉得作业不大 好 然后头向后有那个血液时 血液它 向后要是与那个血液流的那个方向 没什么影响 我觉得 所以头如果前倾的话 它那个血液就很难我上流 所以就提借作用 好 91号来说说你的原因 在上面 你楼上呢 91号 你的道理 我一天留过 我试过 可以管用 就往前 能停吗 你要往前要多长时间就不留了 大概有个几分钟吧 几分钟 对 那已经 人都倒了 不是说流的太厉害 那鼻血嘛 是不是 它都是慢慢的流 不是说你跟那个杀鸡似 对啊 不是哗 流了三分钟 不流了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道问题 正确答案是 做指头 稍微向前倾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鼻出血呢 非常常见 每位观众呢 其实都有自己处理鼻出血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呢 也都肯定能起到一些作用 比如说大家习惯拿一些 这个 比如说这个纸啊 C C 往里C 那么主要呢 还是起到一个按压的这么一个作用 但是呢 我们其实从医学的角度呢 并不主张这样一些方法 因为在C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造成一些粘膜 新的一些伤口的一个出现 那么鼻出血呢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呢 还是压迫 想办法能把它压住 刚才这个问题里边呢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选择呢 头下后痒 这里边呢 选择的观众应该是最多的 对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太主张这样一个方式呢 如果你头下后痒 刚才我们说了 很容易 这些血性的分泌物呢 就咽一下到胃里边去了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 实际上是不好的 因为你如果吞咽的血液过多的话呢 会对胃部造成刺激 然后就会出现恶心和呕吐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是南方人 东北人不会 东北人老吃那个血肠上 奇怪 特别是这种大量出血的时候呢 我们尤其不太主张的头向后痒 那么我们还是主张的你最好呢 做直以后呢 头稍微向前轻一点点 那么当然光做这个动作也是不行的 你还要呢 在出血的这个部位呢 有一定的压力 那么为什么第二个问题不对呢 或者说我们并不完全正确呢 因为一般来讲 鼻出血呢 是单侧鼻出血 所以我们主张呢 单侧按压这个鼻孔 把出血这侧鼻孔呢 把它压住 那么这些呢 对鼻腔前部的这些出血的效果 压迫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所以捏就是俩 如果改作按住 按住出血那一侧的鼻腔 那就对了 单侧按 对对对 捏着有问题 捏着就憋死了 血也不留憋死了 我们请教授来告诉我们 这个正确的所谓前轻这个姿势 到底怎么样 你再给我们演示一下好了 你就作正 这个然后呢 头稍微往前轻一点 就可以了 来来来 感觉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用这个手呢 一个手指头呢 压住这个出血的部位 这姿势还挺优美的 舞蹈里有这个动作 是这个吗 正走着路 你怎么了 牛迷影了 但我真的很少见到刘鼻血 有这样的动作的 极少见到 对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积累了一些所谓的经验 可能在专家看起来相反是错误的 当然了我们现场观众也说了那么多 大家治这个刘鼻血的方法 我们现场的何家 何博士也会告诉大家一些简单的方法 应急使用的 来有请何博士 刚才专家给大家介绍了几种止血的办法 这里我再教给大家一些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采用的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们还是用这样一个很大的大脑袋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演示 那么大家要准备的是一盆冷水 或者是你在里面加一些冰块 让它温度更低一些 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然后用一个毛巾 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我们就是要教大家怎么冷敷 大家注意 我们在敷的时候 用冷敷的效果 比大家用凉水冲 效果要好得多 我们把毛巾稍微的给它拧一拧 让它温度比较低 敷在什么位置 首先第一个 可以敷的位置 额头 因为额头这个位置 它的毛巾血管比较丰富 它可以起到让血管收缩 然后让血流减少 所以就可以减轻鼻子的出血了 这是第一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 是在腮帮子的位置 腮帮子 然后靠近我们的下颌骨 这里 腮帮靠近下颌骨的位置 因为我们面部的很多血管 都是由这里发出来的 这里有一个大的动脉 靠到这里 如果说这个位置 你能够再把它的脖子连带着 如果毛巾比较大 把这个脖子连带着 也给它敷上 那么这样的话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起到缩小血管 减少血流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有的朋友 也会用按压鼻孔的方式 那么这个位置 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光是按这个鼻翼 不能光是往下按 而应该怎么样按呢 把这个鼻翼 往我们的鼻中壳上按 这样才能够起到 把这个粘膜给它加压 止血的作用 所以大家看一看 正确的手法 是应该这样按过去 就是在你能够摸到 这个骨头的下面 在这个鼻翼 我们叫这个小鼻孔 叫做鼻翼 中间这个位置 往里面这样按 这个姿势 明白了吗 好 如果这样 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这只手 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何嘉 好了 大家现在就已经学会了 怎么按了 正确的按 我们今天这个专家也讲到了 不同的形状的鼻涕 可能代表身体不同的情况 而不同的这种流血 出血 可能也预示着身体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流血这件事 绝对不能消失 来 请看这道题 通常来讲 哪个年龄段的人群 流鼻血是最危险的 哪个年龄段的人 流鼻血最危险 有三个选项 儿童 中青年人和老年人 还有七位观众 来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哪个年龄段流鼻血 是最危险的 好了 来 各位 我个人认为这道题不是特别好的 是因为好像都挺危险的 对吧 对 两位 杨红你会 我觉得相对而言吧 就跟您说的确实都危险 相对而言我觉得不是小就是老吧 两头 中青年相对壮一点 对对对 不可以都选 但是不能多选 那就还 我就个人觉得选老人 老人 老年人会比较危险 对不对 那我就选儿童呗 儿童 就是反正两头 一老一上 那么我们先看看 现场有七位观众的表决 他们的答题情况如何 来请看 三一三 跟你们俩选的一样 对 要么是老人 要么是孩子 那么到底生活在哪个阶段的人流鼻血 最危险呢 来正确答 广告之后告诉你 欢迎大家回来 健康之路 流鼻血这件事情好像比较常发生 但是绝对不能小看 生活在哪个年龄阶段的人群 如果流鼻血的话最危险的 来正确答案会是什么 请看 老年人 老年人流鼻血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呢 其实各个年龄层段的人呢 如果要是比较严重的鼻出血的话 都会带来比较不好的这些影响 所以大家的选择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 都挺危险的 但是相对来说呢 老年人应该说更应该引起重视 我们为什么说是这样一个答案呢 因为刚才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处理鼻出血的这种方式呢 主要是针对鼻腔前边的这些出血 就是鼻腔前部的出血 你靠按压呀 包括降温呀这样的方法呢 效果都会比较明显 也就是说你在家里边自己处置 基本上可能就可以了 但是老年人的出血 很多是位于鼻腔后部 那么这些出血呢 你靠拿手指去按压呀 这些方法经常是不能够奏效 出血点在后边 然后呢 更容易吞咽到胃部里边去 对啊 这是跟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这个这个特点 解剖血压发育的这个特点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它出血点多数 这个位于鼻腔后部一个很容易出血 比较薄弱的一个地方 再加上刚才主持人提到 老年人呢 经常出现像高血压呀这样的情况 对 血压增加以后呢 就会导致鼻腔后部的这个血管的破裂 然后呢 就会引起出血 通常呢 有的时候量还比较大 那么又容易咽到胃部去 对 会呢 引起这个胃部的不舒适 所以呢 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老年人出现出血比较剧烈的情况呢 应该马上到医院呢 耳鼻后科呢 进行急诊的一个处理 您说到这个剧烈啊 我就想问一问 正常的 就我们说刚才咱们怎么压 怎么堵 就正常的这种出血 应该是多少毫升 然后像专家说的这种剧烈的 就是超过什么标准叫剧烈了 你比如说我这里是40毫升对吧 对 刚才鼻涕 一次出血能出这么多吗 不能 这算多算少 我觉得这个算多了 这算多了 对 是吧 这不多 啊 不多啊 我见过比这多的 一次啊 对 我就挺多的 我在小时候有一个哥哥 他就是 他鼻子里面是怎么了 是什么鼻涕膜还是怎么样的 破了 破了 他是属于那种新天性的好像是 就是一出血就止不住了 又 因为血就跟喷出来一样 特别特别多 天哪 这个一次正常的出血量 大概是多少 我们说呢 其实刚才大家描述的这些情况 都是生活当中能遇得到的 嗯 儿童的出血呢 有一些呢 就是像先天性的疾病 包括血液系统的一些疾病 嗯 那么呢 一旦黏膜有一点点小的伤口以后呢 就会引起比较剧烈的出血 那么出血部位呢 有的时候是单侧 但是呢 由于出血太快了 你把这侧压住以后呢 血还没有止住 所以就从另外一侧鼻孔就出来了 哦 然后有的时候呢 还会从口腔当中这个血量 哦 像阿姨说的这样 从嘴里化 对 所以我们说呢 其实呢 我们衡量出血的这个严重程度呢 更主要的指标是看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止得住 哦 如果你很快 比如大家有的时候呢 呃 鼻腔里边滴几滴血出来 然后你压一会儿自然就止住了 好了 那么自然呢 它这像这种出血呢 是很轻微的 嗯 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比如说几分钟 十几分钟 那么就会出几十毫升的血呢 那么这个时候 每个人的针对这样的出血的反应 也是不一样的 嗯 很快有的人就会觉得 有时候乏力了 对 有的时候就这个精神也比较紧张了 就冒冷汗了 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那么主要 这主要是看到呢 呃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呢 血止不住 所以大家心里可能就害怕 害怕 那么大家呢 这个时候呢 希望大家呢 尽快地去这个医院 进行相关的专业处血 您刚才说 孩子如果是有先天性的疾病 就比较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可怕 那中青年人流鼻血 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毛病 那么中青年呢 呃 最常见的出血呢 是这种外伤引起来的 比如说 激烈的运动 打球 这个球打到了鼻梁上面 那么引起呢 鼻腔粘膜血管的破裂 主要是外伤 老年人的鼻出血是什么原因 比较多 老年人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就是经常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呀 或者血管的催性比较大呢 引起了这个鼻腔后部 这个血管非常丰富的区域的一个破裂和出血 因为这时候出血呢 不太好指 因为它位置呢 比较深 所以通常情况下 需要迅速的到医院呢 进行这个压迫止血 嗯 所以其实最关键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 无论是出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 呃 如果是不明原因的 突然间这种大量的 不容易止住的这种鼻腔的出血 还是要抓紧时间到医院去 我们有三位观众在这个环节 答对了题目 成为我们的健康男人 来 其他观众请灭灯 看看这三个人是谁 这三个人很厉害啊 好 我们三十一号 七号和九十三号 来鼓励一下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很重要的张院长 来跟大家讲了一些 关于鼻子的话题 鼻子虽小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希望大家多多保护好 我们的鼻子 不要被鼻子带来的疾病所困扰 再次感谢 今天现场所有的来宾 亲爱的朋友们 健康之路 我们下期再见 打喷嚏的原因是什么 打喷嚏究竟会传染哪些疾病 细菌啊 病毒啊 也会随着喷嚏的动作呢 喷出来 就像这个喷壶一样 周围方圆三米之内 都是这样被你污染掉了 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 做客健康之路 那么北方的病人呢 花粉或者草花粉 树花粉引起来的多米养呢 会增加的多解 帮您解决鼻子遇到的小麻烦